一顆顆共玩當成交通工具 大玩新竹梗 還有精彩的cosplay大賽 2024新竹國際動漫節即將到來 是否宣傳更亮出最後底牌 戴上假髮嘟嘟小嘴 你沒有看錯新竹市長高宏安 cosplay動漫角色福利連 貼文目前已經累積八千多人按讚 與本尊比比看 銀髮雙馬尾招牌金耳朵 還拿著1比1魔法手杖 高宏安神還原只差兩人 沒有同時間出現過 不過cosplay風潮早就已經吹進政壇 民進黨新竹市議員 施乃如扮起動漫女殺手 秀出大眼神還原 被網友封為全台罪證議員 不是喊假的 不過提到政壇coser 不能沒有他 少女風裝扮讓人直喊卡哇伊 前民進黨立委賴品瑜 活躍在台灣cosplay界 能把角色詮釋的活靈活現 政治人物大丸變裝 為了宣傳動漫節 高宏安大丸語錄梗 如果是勇者新美兒的話 一定會燃起心中的動漫魂 三天新聞黃光臨群新竹一旦 參謀報導